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这把枪呢 它近距离黄金爆头或说银色爆头呢 都是可以加秒的 但是我们稍微站远一点的话 黄金爆头可以加秒 银色爆头呢只能打99 这个原版金色强威呢也是一样的 两把武器的准心出示大小也是一样的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萌杀呢 它是没有这个玩偶的 没有玩偶的话换弹音效呢也是安静了许多 并且枪身里面的强威呢是变成紫色的了 两把武器的准心回复速度呢也是基本值 远距离爆头伤害的话呢也都是94点选 枪身传播距离呢也都是55米 所以这把枪呢除了属性以外啊 就是一把皮肤墙 金色强威的皮肤墙 这个呢是它的第三人称的外观呢 可以看到 紫色那个强威在里面 虽然说第三人称看是一个贴图啊 那这个原版呢也是一样的 另外萌杀这把枪呢也是可以通过枪身的透明管 来透视烟雾的 好的以上就是本节实验的雷龙 这天呢体现出各位5A劳准节快乐